记者郑舒婷桃源报道 新北市已明年仅5岁的女童 日前因下体出血到医院就诊 自暴遭13岁哥哥多次性侵 女童经转诊到林口长更医院后 桃源市政府家庭暴力记性侵害防治中心紧急介入安置 据悉 女童目前伤势复原状况良好 身心状况也逐渐平稳 在医疗阶段完成后 将由新北市社会局接手安置 女童是否遭到刑侵 正由新北市警方侦办中 女童爸爸第一时间在脸书PO文反驳 并指称女儿下体出血使自己贪玩 从书桌上跳下来后被玩具支架撞伤 此文一出却被协助处理伤势的护理师打脸 女童爸爸时日又在脸书PO文称 已到新北市新庄警分局 对护理师提出防害名誉告诉 不过 对于玩具戳伤的说法 曾接触过女童的人员透露不太合逻辑 据悉 女童伤势经过治疗后恢复良好 情绪比刚开始送医时来得稳定许多 小小年纪的她在安置期间 从来没有喊住要回家 家人曾经于三四日申请会面 会面时都有社工在场陪伴 但社工人员评估 女童现阶段不太适合与家人见面 女童在医院端字报遭到哥哥多次性侵 但之后她被问及此部分都选择沉默 对于生活上的问题 包括喜欢吃什么 玩什么 她才愿意回答 社工人员指出 目前已医疗 确保女童身心安全为优先考量 在评估女童医疗阶段完成后 将转由新北市社会局接手安置 案发后两地社工人员都有保持联系 确保后续衔接不会有问题 在评估计上的评估计 词曲 李宗弘